上个星期,Joe Biden宣布了三千亿的经费 让每个收入低于十二万五千的学生 减免一万块的学生贷款 如果你有申请Pell Grant 培尔助学金的话 可以减免两万美金 这个事情变得很尴尬 因为四个月前 他的众议院院长、众议院主席 才刚帮拜登找理由说 为什么拜登没有免除学生贷款的原因 就是因为总统从来就没有这个职权 来免除学生贷款啊 不管他的这个竞选的时候怎么说 很多人认为美国总统有的力量 对付贷款的力量 他没有 他能够延述 他能够延述 但他没有那些力量 这必须是公共的行动 我甚至不喜欢叫付贷款 因为那种判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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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刑 甚至少贷款或少贷款 带什么口罩啊 等一下等一下 hold on 啊 口罩就是有用 口罩九十号啊九十号啊九十号 口罩就是抵抗病毒的金钟罩 铁布衫 口罩还可以防核武呢 所以你现在必须要永远戴着口罩 get it 这种180度彻底的改变 其实是非常尴尬的 更尴尬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笔钱 绝大多数会帮助到的都是 已经很有钱的白人家庭 连左派的新闻媒体都出来说 这是一个种族歧视 帮助白人的计划 白人平均的欠款是一万两千块钱 黑人平均的欠款是五万两千块钱 而且根据统计数字三分之一的学生贷款 都是那些最有钱的白人家庭的欠款 只有8%的学生贷款是贫穷家庭的贷款 但是这其实是个计划 这不是为了要帮助任何人 因为拜登现在正在失去那些白人大学生的支持 所以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在他们其中选举之前 买他们的选票 很腐败 没错 但是这就是政治 这就是所有的政党 特别是民主党最常做的事情 大家如果有看过这个电影 Gangs of New York 或者是Free State of Jones就知道了 民主党一开始就是在做这个样子的事情 用纳税人的钱免除学生贷款 最大的问题不是他在买票 也不是因为这个方案很贵很浪费钱 甚至不是因为 Joe Biden根本就没有权利去做这个样子的事情 最大而且最恶心的问题是 这会鼓励更多的人去大学 被大学洗脑 在大学里面会有四年的专业训练 来创造出更多无脑又自大的民主党党员 很明显拜登没有这样的权利 也不应该有这样的权利 没有人应该有这样的权利去做这样的事情 但是当他们看到老人 老大要选举了 我们每一个议题都搞得好烂 民不聊生 经济低迷 通货膨胀 油价爆表 我们只剩下买票这条路了 所以说 我们就买票就好了 就给那些人钱嘛 对不对 如果有人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说 你看他们啊 对不对 你看那些共和党啊 你看那些保守派啊 共和党那些人减税耶 对不对 减税也是在帮助有钱人啊 减税也是另一种形式的买票啊 The point is this there is plenty of deficit reduction to pay for the programs cumulative deficit reduction to pay for the programs many times over I will never apologize for helping Americans working Americans middle class especially not to the same folks who voted for a $2 trillion tax cut that mainly benefited the wealthiest Americans and the biggest corporations that slowed the economy didn't do a hell of a lot for economic growth and wasn't paid for and racked up this enormous deficit just as we've never apologized when the federal government forgave almost every single cent of over $700 billion in loans to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small businesses across the across America during the pandemic no one complained that those loans caused inflation a lot of these folks in small businesses are working in middle class families they needed help it was the right thing to do so the outrage over helping working people with student loans I think is just simply wrong dead wrong Joe Biden 說的那些全部都是胡扯 沒有一句話 是真的 他說川普撿税 只有影響到那些有錢人 那些千萬億萬富翁 事實上就是 當時每個人都撿税了 不管你對於川普執政的時候 撿税方案是怎麼樣的看法 你很支持 你反對 事實上就是 每個納稅人的稅 都減少了很多 除非你跟我一樣 是住在一个民主党控制的州 因为我们不能用地方的税务 跟州的税务 来抵消联邦的税务 简单的说就是 他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然后他说 减税对于经济不好 经济完全没有成长 这个应该不用过多讨论了吧 他几年前而已 我记得大家的生活都比较好 物价比较便宜 薪水比较高 事业率比较低 公司的营收也比较高 整体GDP是正面 而且很高的成长的 拜登一上来 通货膨胀40年的新高 而且我们现在很明显的 就是在一个经济萎缩当中 他们唯一能说 我们没有在经济萎缩的方式 就是改变经济萎缩的解释跟定义 然后他说 那些商店跟餐厅 是政府逼着他们关门的不是吗 然后他们说 共和党的人没有说那个样子的补助 会造成通货膨胀 川普还在当总统的时候 那个时候还没有AI news 但是当时我有做PHC 有的时候也有讨论到当时的议题 我当时就做了一堆影片说 川普不应该关闭商店 也不应该停止商业往来 当时也有一堆保守派的新闻媒体 说不应该这么做 就连戴口罩那时候都有很多保守派说 根本一点用处都没有 如果政府逼你关闭你的生意的话 如果政府说你不能去工作 政府就有义务要付你钱啊 因为不是你不想工作 是你被政府逼的 政府促成的问题就应该政府解决不是吗 原本14 days to slow the spread 变成了两年 倒了这么多的商店 倒了这么多的餐厅 政府不负责的话 难道要人民起来革命吗 因为我们想要的是 人民可以继续工作 想要商店可以经过疫情之后继续营业 所以才给出了这些应当的补助不是吗 现在有很多人说补助这两个字 但是各位要知道 包括我刚刚也这样说了 当时COVID的时候不是补助 补助是在说政府在帮助商店哦 但是当时的情况是补偿哦 因为如果没有政府的话 商店就是会为了自己的生计继续营业的哦 这一切都是政府逼着政府造成的哦 跟学生贷款完全不一样 没有人逼他们一定要上大学 没有人逼他们要申请学生贷款 没有人逼他们学一堆什么社会学 人类学 同性恋心理学 然后出来找不到工作 这些都是他们自己做的决定 这些人自己做的决定 然后现在政府说 我们就来偷取纳税人的钱 然后把他们分给你们这些学生 这会造成的只是大学的学费变更贵而已